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人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来的《易得台仰》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人编辑部的证据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纵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就想和大家分享一只消息 而这一只消息就在推特 传到周围都是,我个人认为都非常可笑的 究竟涉及什么呢?就是涉及为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海 如果有留意,新闻都知道了,崔天海在6月底卸任 他担任驻美大使已经8年了 而最新的驻美大使秦刚也已经去到美国 而今日,尤其在推特,有这一只传言就是 崔天海滞留美国不回中国的消息 哇,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传出这样的消息呢? 有些传媒就这样报道 有记者就说拿这一只消息去问中国官方 但是得出来的回答就是 中国官方也没有证实也没有评论 不评论就很自然令人有很多遗想 但是当中那些记者是用什么方法问呢? 如果你对着山洞问,自然就没有回音 是不是可能有回音呢? 就是听得回你自己说过的东西 但是,就当然不会给到答案 既然传出说没有评论,会不会是真的呢? 当然,他们作的方法也都以这种方法来说下去 同时,当这一只消息传出之后 亦都开始有人对比一张照片 我分享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张照片 左边就是崔天海 在上海共产党大会会指前面留影 而这张照片发到上社交媒体 自然被外媒一些记者 视为这一只所谓的 批谣的半徒传闻 一张照片用来批谣 但是,竟然这位叫蔡霞的人 也都加入在这个传谣的行列 直指,这张照片是假的 哇,那为何蔡霞就这么厉害 可以说这张照片是假的呢? 他对比这位秦江先生 也都在同一地点拍了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呢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记不见到 大家记不见到 左边就是崔天海 看到那个牌 就较为白一点 但是右边呢 这位就是秦江 你看到那块牌 就比较鲜明一点 而且上面和下面都有两行细字 那蔡霞呢 就拿了这两张照片来做比较 就认为这张照片是假照 哇,是现今二十一世纪 你连借另一个人物的样子 来拍一段视频 都可以做得出的假视频 是一张照片 相片上的一些颜色上的出入 就可以判断它是造假 就未免太而稀了吧 但是呢 蔡霞说的东西 就自然引来很多人相信 为什么会这样呢? 蔡霞是什么水呢? 蔡霞呢 原来她自己曾经 是在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教研究部教授 她在2012年就退休 在党校任职了40年 尤其是研究关于 这个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 和执政党建设的 但是为什么她会加入这个造谣行列 这个也要说到她的过去 她自己也透露过 以前在文革的时代 曾经做过红卫兵 而后来也加入了党校 一直做教育工作 跟过她读书的人 也相信不少党员 都是她有份训练的 或者有份教导过 一般来说 在外媒来说 我不知道内地 内地的评语 就是这个人 就已经被逐出斯门 驱逐出党 在外面来说 就说她是党校里面的自由派 她过往也曾经 对一些事情 有很多的看法 而我个人认为 她的看法 有时都挺极端 她是批评过习近平修宪 亦都因此而开除党籍 她亦都在2020年初 李文亮医生 因为新冠而去世的时候 要求医护有言论自由的声明 她签了名 还有 她亦都大力对这个 港区国安法表示反对 事实上 她是在党校一直教书 就教到2012年 就退休 退休之后 自然过上退休生活 退休亦都有退休金 但她就不停的 不停在一些事件上 发表她的看法 而她的看法 亦都对主流 是很不同的 和直指中国共产党的不是 甚至乎中国共产党 和纳粹党一样 她本来是一个长期的共产党党员 但是 就去到她退休之后 就彻彻底底 和共产党 劃清界线 亦都因为这样 她也都离开了中国 她是去到去年 也就是2020年6月的时候 正式被开除出党 她还说过 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党内所有人都是奴才 没有人权没有法子 当她说一些这样的说话 很自然很自然 有人会打电话找她约谈 那她又不肯去 中央党校 就曾经致电过她十次 叫她快点回到中国 和组织聊天 但是她就说 没有人生安全保障 就不会去的 同时她也是来自 这个老革命的革命家庭 而且也曾经是中共 中央党校教授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极少数 从体制内 而且亦都是一个 正统红二代的人 或者圈内人 跳了出来 极力反对体制的人 某个程度上 她说的都是引起很多轰动 但是她离开了中国 自然就有不同的 反中国的外国势力 招揽她 或者事务大小 都给她访问一下她 正因为这样 今次这个前言 也都很自然 访问一下她 当然 蔡霞 无论如何都好 我不相信她在技术上 有多少认识 我觉得 可能她对一些 政治理论的认识 较多 但是 很奇怪 她就直指 这两张照片 一定是崔天海那张照片 是假的 因为 她看到 那个颜色对比很不同 但是在今时今日 连一些视频都可以造假的 都可以扮一个名人 拍另一段视频出来 这个这样的时代 你一个 没有什么技术 知识的人 可以判断得到 这张照片是假 老实说 我就不信 也都没有这样的理由 去造假 因为 崔天海 我绝对相信 她早就回国了 也都 她不回去 美国 也都不欢迎 她继续留在 她 美国那边 是不是 她作为 党员之外 也是一位外交官 当她失去 这个 外交豁免权 自然 需要 回国 这个也都非常正常 所以我个人认为 传出这种谣言 都很奇怪 也都不知 有什么原因 要传这种谣言出来 不过 现在 造谣 就真的不放过 任何一个机会 你可以看到 连一传到 她没有回到中国 这个 就非常可笑 是不是 我再 给大家看一下 另一幅照 她在去年 武汉肺炎 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崔天海 和这位 张文宏医生 曾经通讯过 而且也承诺 在当个疫抗疫性利之时 就请她 回家乡 一起去把酒言欢 崔天海 就必定回了中国 否则 又怎会 能够 有这张 和张文宏医生的合照呢 这些谣言 很疑稀 和 很无聊 但是 当你见到 一个人 背叛了 她过往 长期相信的组织 和长期服务的国家 离开了中国 愿决裂于共产党 她就把所有东西 都视为错误 视所有 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情 事物 人物 都认为错误 但从中我们可以见到 她已经 缺乏基本的认知 事无大小 都跟着谣言走了 想不到一位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 去到她晚年 现在她退休了 连一些基本是非都分不清 而且还加入这些造谣行列 继续为这些谣言吹风 背书 换例有什么好处呢 我相信她没什么好处的 只不过 就带着一股憎恨 可能她过往真是受过一些气 或者在一些认知上面 和她的认识出现过很多偏差 但是当你一加入造谣这个行列之后 你所有的权威都没了 本来已经没什么了 到她现在都加入了造谣行列 传这些无聊谣言之后 我相信 就没人会再信她说话 但是 由于她过往的工作关系 亦都获得很多的海外媒体所关注 她每说一句说话 就好像权威一样 但是她现在所每说一句的东西 这个蔡霞这个女人 那就是她 这位就是蔡霞 现在已经是 我相信这张照片都是比较年轻的 现在她的样子我就找不到 她亦都曾经贵为 党校教授 想不到去到晚年的时候 反转了 充满着憎恨 离开了中国 现在 我相信 她对中国所有的事物 都充满着仇恨 认为所有东西都是邪恶 现在 成为谣言的传声筒 在推特每一日都大肆评击 这个的中国 甚至乎 中国共产党 如果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这么邪恶的话 你这位蔡霞 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了四十年 在这个所谓她口中的邪恶组织下 教出很多的门声 那究竟 你又自己犯了多少罪业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一些事情 不是一重白 突然间可以变成黑 她一边 不停地 以谣言来批评 中国共产党 其实 就批评回她自己 如果她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就会好的话 其实 我就想问 究竟她想中国好 还是中国坏呢 在今时今日 目前中国的体制来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乱党的话 恐怕会造成灾难 如果大家网友有听过 我在细雪天下 关于苏联倒台之后 的俄罗斯是什么惨犯的话 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万一中国共产党倒台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我相信那个后果 是比苏联倒台之后更惨烈 必定更惨烈 苏联本身自己有不同的问题 在苏联晚期 都可以说得上千瘡百孔 当她倒台前的一刻 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出来阻止 由得她想当 而中国共产党目前 令到中国走上一个富强繁荣的道路 你说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有没有做过些不对的事呢 我相信每个政府都会有做过一些不对的事 每个政党都会有做过的 过往中国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不公平的事 都是有的 但我们现在见到 中国很多过往的问题 也都逐渐扭转过来 单是说腐败问题 就已经给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给你 中国的腐败问题 是逐年在改善中 党员要负责 也都因为这样很多人 没有以前可以那么容易脸财 同时在外面 中国外面的世界 就越来越多的谣言 类似这种谣言 是无聊之极的谣言 反而就越来越多 有些谣言 甚至乎是由一些外国的官方机构所传出来 又或者是来自一些外国的智库组织 过往我们亦都分享过不少外国的智库组织 他们隆虚作假 作到一个地步 是根本没有人会去限制他们 因为他们作的假是作中国的假 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国家 但是这种谣言 能不能够坑动到中国呢 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中国 但是 你说要坑动中国 这个实在太可笑 谣言是推不倒的 中国目前有些人传这些谣言 可能因有时贪玩 也有可能真的幻想出 可以透过谣言来推翻一个政权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哈哈 这班人实在天真不过 太天真了 好了 今集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拜拜